每個家長都希望兒女成才 願意投放資源去培養 但在經濟大環境轉變之下 專為小朋友而設的舞蹈學校 都面對種種挑戰 我們SDM著是芭蕾舞學院 其實就2006年開始就創立 到現在差不多18年歷史 我們很希望小朋友透過舞蹈平台 令他們很開心、愉快 亦有一個好好的成長平台 我們相信每個小朋友的成長都很寶貴 所以我們每年都舉辦超過300個活動 希望小朋友在不同的舞台上 體現他們的成果 亦可以建立他們的自信 雖然父母都很願意為子女花肺 但SDM在去年通關之後 都遇上不少挑戰 有些比較中產的家庭 亦是易居住 同時亦是因為在短假期內 很多家庭會選擇去短期旅行 可能去了不想消費 或者去短旅行 因為很久沒有去過 所以他們有時會選擇 他們選擇最精挑細選的幾件事 甚至在選擇方面 他們會選擇一些質性壓比高 或者是供給消費 我們其實都有不同的對策 包括提供多些不同的課程給他們 以往我們比較著重著士舞 和芭蕾舞 我們現在也多了K-pop 也多了體操 甚至近期我們加了武術 我們有很多元學習 亦有請了很多不同國籍的老師 所以人們會覺得來到這裏的時間 我們亦都學多了東西 我們最近請了澳洲的老師 之前我們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教練 因為都知道可能長期的時候 他們就不到時間 所以我們會將課程更加濃縮 在短期內發生 所以亦都是提早去預備一些課程 讓他們可以預先去行程 早點報名 我們都希望吸引不同地方的人 一起去參與 因為我們可以有些人去不想消費 同時亦都有一些人來到香港 我們會加強很多交流活動 亦都提供很多不同的平台給他們 所以我們接下來都會加強小紅書的推廣 未來的展望 我們除了我們本身有24間分校 我們都會去到校服務 提供多些的到校服務 亦都提供一些成人的舞蹈課程 以及一些不同的partner 去合作舉辦一些不同的課程 亦都會跟商戶合辦一些優惠 亦都希望我們可能發展其他地區 包括大灣區 我們期望透過不同的市場的推廣 開拓不同的market 我們期望在兩年後 我們的營業額都可以有20%的提升 今集營商有計 舞蹈學院也要多元化 引入體操武術